美容的保養講座 這是毛孔粗大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愛杜莎有個非常重要的經典保養品 就是這一瓶魔法痘蔻UP系列的精華液 它能夠為你的肌膚打開水路的通道 讓你的保養品完全的吸收 滲透的效果發揮的更好 更徹底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會再讓你的肌膚長痘痘喔 所以今天同學們呢 學到了這個保養的重點之後 相信皮膚一定會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水亮 而且越來越健康喔 當週還添加了這個牡丹皮的萃取 這牡丹皮的萃取呢 非常的厲害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呢 抗發炎 同時可以讓我們的角質細胞得到修護 而且能夠讓我們不要再長痘痘 好 你看我們這個魔法UP 這個是你在臉上就是很淺淺一個濕量的水路 這不是油喔 各位同學 這是保濕的光澤 非常厲害的 幫你拍頭水路的 一二三 好 老師我一來了 這個力劍分曉啦 這位同學表現得非常的優異 讓我們的這個皮脂呢 不會產生這個油力脂肪酸的一個 非常非常厲害的成分 是什麼皮啊 好 好 欸 大家都有在聽喔 他是老師非常想要領悟 這個美白的東西喔 蛋白的東西很多人都會在聽說 哇我擦的會不會更容易生痘痘 不會 為什麼我們剛剛已經有用了什麼 魔法UP的開水路的精華液對不對 然後呢 保底絕對能夠吸收 而且 艾露擦最貼心的是什麼 它的這個所有的成分的開發呢 都是不治痘的 不會產生痘痘的 等次的 好你看這個美白的化妝水 拍上去之後 臉上是不是很水 好像 敷完那個什麼 面膜保持面膜 拿下來的時候 那種濕亮的感覺 好 不如說 一二三 化妝水前 戴下面那個 戴下面那個 化妝水前 化妝水前 確定嗎 差點被我捆搖對不對 真的 我們的理工廠也拿不到了 好 這一瓶可以 在你的這個 妝前 其實它妝後 如果你的毛孔又跑出來了 你可以輕輕的像我這樣 輕輕的拍上去 好 輕輕的拍上去 它是能夠持續的 幫你的皮膚 調理了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柔膠霜 看起來還是像自己的好皮膚 真的 就是看起來就是沒有上 就是沒有上用的東西 而且我也陪你們把那個水量的光澤 都還在 好 皮膚的水量的光澤都還在 好 哈哈 哈哈 你什麼都超壞 沒有沒有沒有 來這個 紫色 紫色外號的東西 紫色 紫色什麼 紫色柔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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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你看我上 我留上蜜粉 我都沒有拉扯皮膚 我都這樣輕輕的 拍一下 輕輕的點拍 這樣子呢 才會怎樣 讓你的底妝 呈現輕透亮的感覺 同時 我沒有拉扯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剛剛有局部的做到遮瑕 同時 也有幫你做到一些毛孔的修飾 像這樣子來上蜜粉 然後上粉餅 或粉餅 那是最好 最正確的 謝謝大家 摩扭 你 你 覺得 嗎 我覺得 都很厲害 了吧 這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